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他从内蒙古呢 透过了搭飞机再转车 一共花了大概二十七八个小时来到上海 那么因为他唯一的儿子呢 从七年前在念高中的时候 妈妈建议他念的科系他不太喜欢 从此呢他就不去学校 然后生命走了样 每天都是打电动玩具上网 然后晚上不睡觉 白天才休息 就这样已经过了七年 所以这个孩子现在已经二十出头了 从来不出门 那么生命什么都不做 妈妈非常的着急 所以在这些年来 除了带他去看医生 那么妈妈也去上了一些亲子教育的课程 甚至呢 自己就成为一位老师 是可以做个案咨询 关于亲子教育 可是虽然是如此呢 他的孩子还是依然顾我 他非常的苦恼 直到有一次呢 他在上海听到我的演讲 那天我讲的就是关于能量的移动 他发现他的第六感告诉他 可能思杰老师的课对他的孩子会有帮助 所以呢 他就来上课了 那么在课堂里呢 我发现很特别 我就问他一个秘密 我说您是不是有把应该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 却没有让他来 他说对 我说有几个 他说有五个 于是呢 我就在课堂里 那么经由同学的帮忙 把这五个代表的能量呢 让他展现 结果当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代表他孩子的这个能量呢 立刻躺在地上 也就是躺在他已经往生的这哥哥或姐姐的身边 那其实这个动作呢 在一个我受过专业训练的眼光看起来 完全明白他指的就是 这个孩子根本不想活了 他完全是内在地在放弃自己 所以呢 我就在课堂里 用了很多的方式 让这位妈妈表示她的道歉 表示她的爱 表示她欢迎这些曾经的生命 再度回到家族里来 那么经过了三天的学习之后 我也回到台湾 那么不久之后 我就接到这位母亲跟我的岳阳联系 她说四姐老师太不可思议了 她说你知道吗 当我一回到家里 我就照你教的告诉我的儿子 事实上妈妈在你之前 还有五个 那应该是你的哥哥姐姐 当我这样告诉我的孩子 那么每天照你教我的去做 你知道吗 我的儿子已经连续两天哦 晚上都是正常的时间睡觉 然后早上正常的时间起床 她说四姐老师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我实在是太赞叹了 于是我就恭喜她 我说很好 但是妈妈你要记得哦 人生没有速成的幸福 所以你一定要再接再厉 要不断地释放你的爱 那么这个案例呢 就是要告诉现在正在看这个短片的你 我们的家族 是不是有一些头脑很难以解释的纠结 比如你发现上一代的悲剧 不知道为什么代代相传 而且是没有办法透过智慧 或者透过医生来协助的 那如果是这样我就要告诉你 能量会帮助我们看到 我们头脑看不见的 甚至我们上一代的祖先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我要送给你一句很关键的话 你的笔准备好了吗 有些伤痛常在细胞里 透过能量的移动才能看见真相 让生命开始各就各位 我再说一次 有些伤痛常在细胞里 透过能量的移动才能看见真相 让生命开始各就各位 我相信听到这里 你一定有很多的好奇 到底能量的移动是什么 没关系 你只要每天来看看我 我每天都会为你准备新的资讯 你就会越来越了解 原来这语度当中 有一股我们人类完全过去不知道 却可以好好让我们善用的能量 透过它的移动 会让我们看见真相 让我们找回爱 祝福你 我们明天再见咯 感谢观看